这个就这么放着吧 一会儿我俩回来收拾啊 我给他放到一铺子去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胖 刚收拾完行李 明天起早就要回国了 今天我爸正好在工地 下班回饼店了 一会儿我们准备抱孩子 去饼店 让我爸妈先歇着 儿子去饼店 看看爷爷奶奶啊 走了吧妈 我妈在店里边忙 也没时间来看孩子 爸 看看爷爷 哎呀 我打孙子给他拿完手了 他妈妈 打孙子一点都不乖 为不乖 他从前哭 干嘛安着你的 干嘛安着你的 我都安了 还没安打吧 还没安打 哎呀 我的孙子 来吧 我回来了 我们明天早上五点 五点就从家走了 回来了 要哭了 哎呀 我给他安了出去 洗澡出去 我给他安了 所有的 还能给我吃 哎呦 我给他安了 怎么能卖的 哎呦 喂喂 还给他安了他们吧 还给他安了他们吧 妈妈 这个是我们在家里边 冰箱里剩的 那葱啥的 这里边还有泡菜啥的 你们留着吃吧 嗯 阿威即将回来的 明天休息啊 哎呦 水流啊 辛苦了啊 我们回去待一个月 嗯 嗯 嗯 看他耳朵 耳朵 耳朵 嗯 他没给他安了 你用家里烧的啥都没过 我烧啥呀 我烧啥呀 往这边带着呢 带着没有 我带着 我带着胃药 来到胃身上 带着 我带着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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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这么 都不行了给我妈 一边就是哭 我一边比督比督 干嘛 我带着胃身上 我一边是鼻子 啥啥啥啥 你看他见我他就笑 老爸这样他在工地干活脸都黑了 脸黑了 是 黑呗 黑呗 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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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所有的那里回国了 落户口了 回国他怕他明天在飞机上那里 这个蒙人给他们准备炸那个 这狗子他们一直没吃完 他开始了 一时间半就放了 多时间他还得给他 嗯 你再拿下 长春了 长春 长春 两个小时 十分钟 看我爸在工地干完 又回来幫我妈捡饼了 给我妈先回来 你搂他睡一觉吧 我们要回国了 就给孩子包个汤 这孩子总闹你 我和大胖从饼店回家了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晚上饭才吃 忙了一天今天 煮点芳芳面 吃点洪荒 明天就回国了 早上五点多起来 急不急动 几年没回去了 快四年了 吃完饭早点睡吧 还得起早呢 这次我跟大胖回去 准备待一个院 给孩子上户口 然后再出新品麻辣烫 然后还得有好多事情 需要我去对接去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刚把周一视频定时上传完 因为我怕回国没有信号 家里边也没有无线网 耽误睡 要回国了 急动了 睡不着 一会儿我们五点坐车 准备去机场 现在我媳妇睡觉了 我就不睡了 等天亮去机场 现在是四点十分 把行李包都拿出来了 四个皮包 四个书包 爸吃饭了吗 我不吃了 没胃口 等着回咱们国内吃好的 看我媳妇 四季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说她出发了 半个小时就能到 看看这一对 喝奶娘 她便宜喝奶娘 她也还没睡醒呀 她昨天白天的折腾 都几个小时 她脸就红了是吗 她刚才热了就上了 这小放兴奋的 一宿都没睡觉 四个皮箱 我们叫了一个这么大的车 她装不下 现在出发了 天还没亮来 走机场了 还没亮天 我昨晚上说 等两天我再来机场 到地方了 看看机场人挺多呀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了 孩子还睡呢 睁眼睛了 瑞瑞 你去看一下 在哪个灯具头办理 都不超重 行 那总是没老拿也拿着呢 一针基本上就是两个行李 那是 不能超过二十百 是吗 啊 书包不能超过五公里 是 大家看一下 一针一公斤 给我也拖运走得了 省机票 挺狠的 刚去完机票 我们在这儿牵健康码的 看我这儿睡的 行李都拖运完了 现在去安检 现在已经顺利到登机口了 我儿子也睡醒了 哭不闹的真乖呀 我媳妇说我喜欢戴帽子 刚才在免税店给我选了一个 戴上看好不好看 行不行 要看 你再看看呢 我再给我看我能得到 嗓啊 给我摘了 谢谢你啊 然后我们到吉林之后 把家里边他们有那个无线网络 所以视频呢 我尽量给大家发啊 然后感谢大家对我跟大胖的支持 如果吉林周边的朋友 就是想见一面的话都可以啊 然后我也请客 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登机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上飞机了 我家大胖座位和我们分开了 他跟孩子坐最前面 我们几个人坐最后边 我家孩子恐怖了 我喜欢在那抱着 但晚上更洒aster 我们下来 我们下一个 回来了 avan 收 쪽 看到 下去 感谢观看